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都知道新陈代谢是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谁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呢 就是甲状腺 甲状腺通过甲状腺激素T3和T4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正常新陈代谢的运作 那么现代社会当中有大概10%到12%的人 都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表现 这种异常呢 其中一部分人是所谓的甲状 就是甲状腺激素合成过多 但是有更多的人其实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也就是俗称的甲减 甲减比甲状更难以被发觉 也更难以被确诊 也有更多更多的人啊 实际上是有甲减的情况 但是不自知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聊 甲减的患者经常会有的10个迹象 不一定能够帮助你确诊 但是如果你已经可以对号入座大概一半以上的话 非常建议你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接性断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也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甲状腺最为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 就在我们的嗓子前方 是一个蝴蝶状的样子 那它生成甲状腺激素 也就是T3和T4 能够帮助我们整个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人体的运作模式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了解激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包括我们之前有很多视频讲到的 胰岛素抵抗 那胰岛素也是一种激素 一种简单的激素出现的问题 很有可能导致你整个人的健康状况 发生剧烈的变化 如果甲状腺激素太多了 人体会出现甲状的症状 那么如果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第一个特别明显的迹象 就是你总是非常的疲倦 可能你已经睡得很好 前一天晚上睡了8个小时 9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 起来之后还是觉得莫名的疲倦 提不起劲来 那应该说疲倦是甲减 特别特别明显 或者说特别普遍的一个信号 当你的血液和细胞当中 甲状腺激素不足 你的新陈代谢就会减慢 整个过程会让你的神经和肌肉 得到的刺激会变得更少 身体就会进入一种 特别想休息 特别疲倦的模式 大脑的兴奋性也会随之降低 第二个很多甲减的人都有的迹象 就是体重莫名增加 如果说你很长一段时间吃了很多东西 每天坐在电视前面喝可乐吃薯片 你会觉得自己体重增加是有道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没有吃多少东西 或者说他的饮食几乎是保持不变的 但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体重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增加 如果你有这样的迹象 有可能和甲减有关 因为甲状腺激素是能够帮助你调节体重的 尤其是对于糖的代谢非常重要 甲减的患者虽然很多人吃的很少 甚至有食欲减退 但是因为你整个代谢变慢了 所以其实消耗的会更少 再加上甲减本身有可能会引起水肿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在一段时间内体重莫名的上升 而且更多的是一种浮肿的状态 那有这样一份研究就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很多在刚刚患上甲减第一年的患者 都明显的发现体重增加 平均来讲会增加7到15公斤 所以这是一个你肯定不会忽视的数字 第三个甲减的迹象就是总是感觉冷 人体的发热其实是代谢的副产品 虽然我们在这坐着不动 但是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运作 血液一直在流动 我们就会觉得有热量存在 那如果说你从小到大一直都特别容易冷 或者说总是要比身边的人多穿一件衣服 其实反而不用太过担心 这可能就是你的习惯或者说跟你的基因有关 但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 明显的发现自己越来越怕冷 有这样一个变化的出现 可能原来你跟其他人都差不多 最近一两年或者最近几个月 突然觉得一定要多穿一件 或者多穿两件外套才足够的话 可能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甲状腺激素 因为新陈代谢速度的变慢 就会让我们人体能够产生的热量变少 第四个是肌肉关节的酸痛 如果你身上除了疲惫的同时 或者说在没有进行大量运动的情况下 经常觉得肌肉或关节特别的难受 特别酸疼的话 也有可能跟甲状腺激素有关 因为新陈代谢不够 有的时候身体需要的热量 或者说能量难以取得 它们就会倾向于开始分解肌肉 那肌肉在被分解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酸疼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情况会更容易出现在 比如说肩背 还有你的骨盆 还有大腿附近 如果这些附近出现了肌肉损害 那很有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第五个迹象就是脱发 很多人会说 脱发就很正常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家都会脱发 但是头发 其实是对新陈代谢特别特别敏感的一个地方 当你的新陈代谢减慢 当你的甲状腺激素不够 你的头发就会减慢生长 那头发是有一定自然的生长规律的 该脱落的还是要脱落 矮心的又没有长出来 你就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头发变得特别少 其实一个更大的迹象 不仅在于头发 还在于眉毛啊 胡须啊 其他的地方的毛发 也会有脱落的迹象 这个呢就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症状了 第六个迹象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皮肤 和头发一样啊 皮肤也对于新陈代谢非常非常的敏感 皮肤呢 每天其实也都在进行更新换代 但是如果你的新陈代谢变慢 那甲状腺激素不够的话 你的老去的死去的皮肤会滞留在身上 新的皮肤呢有没有长出来 这些老去的细胞呢 会更容易出现什么 就是变干 然后发痒 会让你的身体有这样一片 看起来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皮肤组织 你的水分的汗液都会变少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结合上面的这些情况 很有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第七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呢 是情绪低落 我们刚刚讲到甲状腺激素 对于大脑的兴奋度是很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不够 你可能会经常陷入一种非常低落的情绪 再加上整个人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身体的状态一直不好 肌肉疼非常的疲惫 你很多想做的事情也都做不到 那就会有那种提不起性质 寡言少语 好像会有一些抑郁的迹象了 那这可能会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甲状腺激素不够 第八个跟第七个有些类似啊 也是对于大脑方面的一些改变 当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出现健忘 精神非常难以集中 记忆力也会出现减退 那如果说是年轻人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年龄好像不应该什么事情转眼就忘了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已经出现了 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迹象 但是或许他们会觉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正常的 而没有真正的去检测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所以如果有反应迟缓行动迟缓啊 言语出现的问题 记忆力出现问题 甲状腺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但非常常见的因素 第九个迹象呢 就是便秘 便秘一般被定义为每周啊 排便等于或者是少于三次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如果缺少甲状腺激素的话 心臣代谢变慢 胃 肠 动力都会变慢 那尤其是如果你有其他的那些症状 比如说觉得非常疲倦 肌肉酸疼 而且情绪低落 不愿意运动 那可能很多人长期就是卧床 或者是待在家里 宅在家里 活动量减少 吃的也变少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会导致便秘更加的严重 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于育龄女性来讲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迹象 是生理期不规律 甲状腺激素的减少 其实对于男性女性来讲 都会有性欲减退的问题 但是如果女性还同时出现 月经不规律 或者是经学过多的话 可能都是甲减的迹象 那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必经 或者是不孕不育 怀孕之后呢 流产率也会增加 那甲状腺对于人体 真的非常重要 甲状腺激素 T3T4 对于维护整个新陈代谢的运作 那包括 避免我们出现 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 都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你有出现 刚刚这十个迹象当中的 一半以上 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需要去做一个 甲状腺水平的检测 那如果确诊 而且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那你需要去服用相对应的药物 是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治疗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的话 可以点开描述栏找到联系方式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